朋友们大家好 外面不能种菜了 就在室内发绿豆芽 今天想给大家聊聊发绿豆芽的几个关键的技巧 取100克的绿豆 淘洗干净后浸泡一晚上 绿豆芽对于绿豆要求不是很高 是最容易发芽出成果的芽苗菜 对浮在水面上和明显破开的绿豆要挑出来 准备一个漏框 我用的是这种在Donner Store买的简易的蔬菜选干框 它有内外两层不但可以绿水还可以闭光 内层绿框的底部缝隙稍微大了一点 绿豆会滑下去就在绿豆动眼最大的区域铺上一张厨房纸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准备好了以后把绿豆倒入框内用手把它们铺平 这个容器很适合绿豆100克的绿豆生长 铺好以后就成了这个样子 刚好紧密的布满了一层 注意我说的紧密铺满这个要点 如果铺的很稀疏 豆芽需要互相支撑生长 太稀疏了它们就长得不好 铺好以后在面上撒一次水 冲掉手上操作时候的污染 倒掉外桶的水 盖上一个湿的小方巾即可 不用在上面加砖头加重物 盖上盖子把它们放在温暖闭光的地方 室温最好在20到25摄氏度 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点 早晚冲水一次 这是48小时以后 冲水的时候要注意几点 一是要把绿筐取出来冲水 第二要用洒水 水流不要太猛 这样冲水不会改变 豆芽在里面已经适应的位置 有利于它们互相支撑生长 每次冲水要注意把外框清洗一遍 如果内外桶放在一起冲洗 带来的后果就是 水会把框里的豆芽浮起来 彻底改变它们互相形成的支撑状态 每次冲洗都改变位置的话 它们的生长时间就会延长 而且长短大小都会受到影响 这是72小时以后 牙杆已经有2公分长了 这是第五天 长得整整齐齐 有容器口那么高了 我取一些出来看看 豆芽感白胖的 自己吃的话长成这样口感最好 细嫩 纤维素比较少 好了 今天关于绿豆芽生长要点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喜欢我频道的朋友 请订阅点击小铃铛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请订阅点击小铃铛